欢迎收看本期利哥脱口秀 现在这年轻人 一到放假就开始忙着相亲约会 说起这相亲 利哥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这么一段 这相亲的经历有些惨不忍睹 有一次我大姑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长得那就一个漂亮 性格也挺好 晚上我请我俩一起吃个饭吧 聊得很开心 饭后我俩给马路上哗哗一起溜达了 结果碰上几个哥们 还没等我开口呢 一个哥们上来就一句 利哥你小子不够意思啊 找小姐也不叫成兄弟 你说啊 贪成这帮哥们 好生生的相亲就给你搅黄了 还兄弟呢 下次去歌厅 我再也不能叫他们了 所以第二次相亲 我就选了一个咖啡厅 可以在里面聊上一晚上 省着出门再碰见我那帮坑爹的哥们 这咖啡厅啊人少又安静 聊了一会儿呢 我就没什么话题了 你说俩人给他说着吧 大眼瞪小眼还挺尴尬的 我就现在我找个话题 我往边一瞅啊 有个女的那长得那叫一个瞅啊 我就现在 跟我那小女朋友开个小玩笑 我说小丽雅 你看 边上那女的长得有多丑 哇 我还跟她笑两声呢 说完呢 谁知道我那个对象 冷冷的回了我一句 那是我姐 哎呀 当时我一听 在下操大了 这不创江口声了吗 于是我就急忙道歉 我说小丽雅你别生气啊 真不好意思 我就先找个话题 其实 其实我跟你说啊 你们姐俩长得挺像 我早就应该猜到 你说我这眼神 哎 小丽 经过前面这两次相亲呢 我对相亲算是没啥欢想 于是啊 我姨妈就拖延 给我找了一个贤惠持家 相亲见面的那天呢 我就问她 我说小芳啊 你平时最拿手菜是什么呀 小芳想了想 小脸红扑的回答我说 我觉得我烧白开嘴还是比较到位 这烧白开嘴也太闹傻了 是吧 好 那长相好不好呢 和会不会烧菜呢 都是外在的 关键要看有没有内涵 所以啊 我一个大哥哥 我介绍呢 认识一个很有修养的女孩 相亲那天呢 我就小声的问道 我说小雅呀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小雅腼腆一笑 很文艺的对我说 人家呀 是个淡淡的女子 所以想找一个淡淡的男生 我这一听 当时我转身就走了 走之前 我回他一句 我不是一个淡淡的男人 我有两个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立歌脱口秀 天天把你动 再见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